隨著全球疫情升溫 病例數不斷增加 也讓臺灣幾乎天天都有新增 境外移入的個蛋 我們從這個地圖看到很清楚 今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召開的 祭可惠當中 一口氣新增五例 分別來自了印尼三例 印度這一例 以及菲律賓一例 這五例當中有四例是一採 再採才確診的個案 指揮中心表示 這些有可能是因為發病已久 這呼吸道剩下殘留的病毒 所以檢驗上容易出現 都是陰性 都是陰性的情況 因此要多次採檢 最終就出現陽性 印尼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突破四十萬大關 病毒飄洋過海 也來到臺灣 十一月二號 新增境外移入個案五例 就有三例來自印尼 其中案五六二 則是檢疫期滿前採檢陰性 但是自備採檢又呈現陽性確診 案五六三則是日前案五五八的同行者 自備採檢呈現陰性 之後出現咳嗽症狀 隔離再採 如今也確診 但為何新冠病毒 總是一採再採才能確診呢 另外兩例則分別來自印度和菲律賓 印度籍三十多歲男子曾在來臺前 當地採檢陰性 十月十五入境臺灣後 檢疫期滿自費採檢呈現陽性 案五六四菲律賓籍女性 來臺前附上三天內陰性報告 卻在檢疫期滿前採檢確診 狡猾的病毒讓指揮中心好哭鬧 印尼移工確診人數十一位 那確診個案入境 持有陰性報告有五位 那另外菲律賓確診人數 移工確診人數有二十位 那確診個案入境 持有陰性報告有四位 好在透過現行強制集中 檢疫的制度 希望能圍堵疫情的發生 華爾行為雷亞方啟年 台北報導